欢迎回来带您关心 新媒体的改变带动了网红经济 为在新北市的东南科技大学 成立了虚拟主播创作人才培训基地 结合了动漫网红直播 打造虚拟网红 为网络的互动还有商业 带来全新的发展 虚拟网红VTuber 在镜头前不但有动作 还扮演起主播的角色 以往就在日本才看得到的 虚拟网红经济 悄悄在台湾崛起 那现在在做动作的捕捉的设定 每个虚拟动漫人物的动作 都是真人模拟出来 透过高科技3D技术 结合动漫网红直播 时下年轻人最喜爱的传播媒介 成了商业性模式 实际的网红跟虚拟网红 最大的差异就是虚拟网红不会老 这差很多 好 OK 那虚拟网红还可以接力 OK 但是呢 就是它的形象可以有一群人在顾 实际网红会有风险 简单来说 现在的网红一旦成名 可能成为网民肉搜的对象 造成困扰 而虚拟网红不但结合时下年轻人口味 这样的呈现方式 也为网红互动 带来全新发展 我们能够让学生有一些 他们在他们的基本功之外 然后他们也能够配合到 整个社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目前东南科技大学结合南部正修 昆山大学以及产官策略联盟 打造全台第一个虚拟网红培育基地 建构创新产业新南部 中天亚洲台记者引贯的孙时中 台北采访报道